好 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來介紹一個 其實已經有一個初步成果的專案 就是COVID的中文資料庫 那為什麼會做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2020年初 不知為何反而我就有注意到一些就是 中國網友已經備份的網路跟 疫情有關新聞的資料集 可是我 每追一個它就會消失 可是 中國網友真的很厲害 所以就是一個消失之後 就會在Folk更多備份 再增加更多東西 然後一直一直一直到後來現在其實 網路上有超多資料集 然後那時候跟國外朋友聊 就是他們希望就是 就是台灣有團隊可以先把這些備份下來 因為 中國已經沒有人可以做這件事 香港可能也不適合做這件事 所以 從2020年其實就開始一直在備份這些東西 那除了備份之外 就是 我們還想要做個網站 讓大家可以找到這些 這些資料 甚至一個搜尋平台 大家就會說 那為什麼不簡單做一個列表 然後指引到這些資料庫呢 因為其實指引到中國網友的資料集 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其實他們很多 備份這些資料的人都已經被抓了 然後甚至他們網站都會說 如果超過 影響力太多或太多擴散 他們要隨時觀戰 所以這其實不適合再連到他們的資料集 所以我其實是 抓下來備份 那備份完之後呢 我們另外想的是 像 其實當初在 呃 像台灣能夠防疫成功 一方面也是我們看得懂中文 非常快速的知道中國發生什麼事 但其實很多 細節的資訊或細節的故事 外國人其實不太能理解 所以我們也希望我們備份的東西 都可以做成 中英對照的搜尋資料庫 然後讓 外國人如果未來要搜尋的話 起碼可以簡單的找到東西 好 所以我們才會想說 來 那我們就做一個 以這些資料集為背後資料的搜尋引擎 所以我們盡量做簡單一點 然後以英文為主 就是有點像這樣 好 就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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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雖然已經做完了 但是 我們 不是 就是大家以為我們已經有做了一個搜尋引擎 但是就是光用了所有的力氣才整理完表格和搞清楚 不同來源的資料怎麼 統整成同樣的格式 所以呢今天我們就是還是需要 資料的高層 因為雖然已經整理了1萬筆資料倒進去 但是還有更多資料都還沒整理 甚至2020年6月之後 資料都還來不及收 然後各種的 的東西 所以基礎上那個平台已經有500多筆可以搜尋的資料庫 而且全部都中英對照 標題中英對照等等 那歡迎大家可以來到時候在 你們可以直接上網看 它已經 已經online一陣子了 所以可以上網測試看看 好 那就這樣 謝謝